桃園市东安国中卡巴迪校队是国内比赛的常胜军 学生们利用每天放学时间来进行训练 尤其这教练团前不久才在杭州亚运拿下了好成绩 激励了小选手们的信心 让他们立定志向 未来目标前进国际赛事 平正去东安国中卡巴迪校队成军不到两年 学生们利用每天的放学时间进行练习 消防跟从新竹台北聘请专业教练指导 让学生在多项赛事中旅火夹击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球的橄榄球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是非常多的肢体冲撞 我们有分进攻方跟防守方 有点像是躲避球的场地 双方队伍会先派出一个进攻者到我方队伍 进攻者简单的玩法就是 我要去触碰到防守者并回到我的场地 防守者相反的我要把进攻者留在我的场地 那我们可以用情报的方式 或是把他推出节等等方式去做一个微卜 然后得分这样子 东安国中校长陈立玉 希望学生接触不同的运动 培养多元能力 原本是篮球队成员的徐义恩 在接触卡巴迪运动后 产生浓厚的兴趣 因此转入卡巴迪校队 篮球需要升高 这个需要一点技巧跟碰胀 另外一位同学张景祥则是受到姐姐的启发 开始接触卡巴迪运动 他很感谢学校和教练 让他加入校队 并从中学习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就是校队因为姐姐的关系 然后进去也一起接触到这个运动 他让我学到团队合作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谢谢东安国中 让我有这个地方 有这个机会参加这项项目 卡巴迪这项运动目前已经纳入 亚运的重大国际赛事项目当中 东安国中从基层开始 培养孩子的体育专场 期许他们能在未来的赛事中 发光发热